就是他基本如果你專案建立之後呢 他一定會給我們一個畫面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的話呢就是我們 我們把它稱為一個View好了 這個View畫面上面 然後這個地方呢一定會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這個Activity 一個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當他載 他載入會先 呼叫那個Uncreate的方法 然後呢再把什麼 再把這個畫面給載進來 那這個地方載進來的這個部分畫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打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他一定是今天進入點一定是Uncreate Uncreate裡面會有個什麼呢 SetContentView 那SetContentView是一個方法 他會怎麼樣呢把R點的要 點什麼呢Activity 底線Man把它載進來 那所謂的SetContentView就是要把它載進來 那載入哪一個呢 實際上這個SetContentView就是會呼叫什麼 呼叫這一個 這個畫面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個上面呢 當我按一下什麼按下一個按鈕 按鈕我們可以在哪裡 在這邊建一個按鈕 在這個Activity上面建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名稱呢 比如說我把它改一下名稱 把它拖拉 各位自行這個地方拖拉一個Button進來 然後呢按右鍵之後的話呢 我把這個名稱呢 ID名稱叫 叫B01好了 那再按右鍵喔 這上面給他一個名稱叫做 開啟第2頁面 也就是我要跳出另外一個頁面 有點像 我的網頁要建立一個超連結 一樣的道理 OK 那再來的話呢 介面上面做完之後 第二個部分就是要在 程式裡面的撰寫 那程式裡面要做哪些撰寫 我想跟前面的流程都一樣 就是 第一個 你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先做那個 什麼呢 宣告物件 那宣告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我要宣告 宣告的Button 因為畫面上面會有一個Button 所以呢我就直接在這邊 宣告的Button 名稱叫做B01好了 OK 那也把它匯進來 第一步 匯進一個Button OK 那第2步的話呢 我們就在哪裡呢 SetContentView底下 這邊 斜線斜線 第2步就是什麼呢 要連結元件 我想這個地方連結元件 前面也做很多 這個地方把這個Button 放到後面來 然後中間加個等號 把它刮扶起來 強制轉型的一個Button 裡面的話呢 把它做一個連結 這個我想跟前面一樣 然後點R 點 ID Enter 點 這邊有個B01就出來了 做連結 第3個動作的話是什麼呢 建立一個事件 事件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Button上面 當我按下Button的時候 要跳到下個頁面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 B01 點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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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et on click listener 然後這邊的話 New一個 跟前面那個Hello World一樣 然後我在哪裡 建一個 Listen 在Button上面 點 點之後 我請你把Set後面這個 到Listen 把它Copy起來 我想這個部分跟前面的任何的那個原件建立方法都一樣 一個 小刮壺 一個大刮壺 游標移到後面 給它一個分號 那在游標放在這個前面就有個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點下去 那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程式寫在這個綠色字的下方 那我要跳到下一頁 可是下一頁現在存在嗎 現在下一頁不存在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呢 去建立下一個Page 那下一個Page要怎麼建立 當我按下去之後 我要觸發 第二個Page 所以特別注意 請你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要在 這個 這個地方 按右鍵 產生一個類別 一樣是一個Java的Activity 那鍵的方法的話呢就按右鍵 那我們新建一個什麼 一個類別 特別主要他點Java是一個類別 類別名稱就是第2頁 所以這邊請你給他一個Second Second Second OK然後呢這個類別名稱的話呢 Super類別就是上一層 請你按瀏覽一下 找到那個Activity ACT 你打一個ACT大概就出來第3個 Activity就出來點兩下 也就是說呢這個Second他是繼承 他是繼承制Activity 按一個完成 好 完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會幫我產生一個Second Extended 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裡面 還缺什麼缺 缺幾個東西 各位可以 切到上面這個 Magivity裡面來看 他第1個缺一個方法 Uncreate 第2個缺什麼缺Set ContentView 你需要一個View 所以呢我們這個地方 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按右鍵 我們要產生那個方法 右鍵程式嘛 裡面有個自幻實作方法 如果要產生Uncreate方法的話呢 你就按右鍵自幻實作方法 再打個O 往下找那個Uncreate Uncreate 在哪裡 在這裡 打勾就可以了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就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Uncreate方法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不過很容易打錯 我不強烈不建議你們自己打 你可以按右鍵 他就會怎麼樣呢 程式碼 自幻實作方法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過 所以這部分的話 一定務必要 自行產生 接下來的話 在那個 Super 這個上方 下面這邊按Enter 我要去開啟一個View 不過目前有沒有這個View呢 沒有 Layout只有一個嘛 所以呢請你在Layout上按右鍵 新建一個什麼 畫面 那畫面就不是類別 上面剛剛是類別 現在什麼呢 這個Android XML File 那名稱的話 我給他叫做Page2 Page Page2 也就是說 這個是我的第二頁 然後呢 我的 根目錄的這個元件 就是Linear Layout 我可以按完成就好了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 Page2 OKPage2 那我為了要做區隔 你可以在這個Page2上面 請你把他的那個 Background 他有個屬性叫Background 請你把Background改一個顏色 改什麼顏色呢 改成綠色的好了 比如說00FF 00 不要移 rushed 近00 RGB 這個就綠色 讓我們知道 跳到這些頁 表示這個是 第二頁 不然的話 看起來兩頁感覺好像長得都一樣 一個白 兩個如果都白色 感覺不出來 我就把pecttable 的部分 記得是在 Scary 這個�音 Brand 关闭 关闭之后呢 我怎么做开启 再切到second 然后这边的话 打一个什么 打个list 点 因为setContentView有的同学很懒得记嘛 那如果你打个list点的话呢 他就会出来 你打个setContentView就出来了 那我要开启哪一个view呢 点 Layout 点 你点一下之后有没有看到 配角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一个产生第二页的流程 有点麻烦 但是你要 观念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第二页的流程 第一个 请你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新增一个类 新增一个类别 名称叫second 是继承什么的 Activity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在底下 产生配角 OK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试试看